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朋友不愿意听 川普有自己的想法 你根本不了解川普如何如何 反正就是这么个说法 那在这一次拜登出事之后 川普已经沉默到今天现在 沉默到星期五了 他估计今天晚上他会说 这是一个整个是水落石出了 整个事情基本都已经拿出来了 所以他要说话 因为今天晚上呢 他受邀去了列文 列文是福克斯的一个 就是美国最著名的 现在最著名的保守派一个新闻talk show 那列文去邀请他 肯定会谈此事 因为列文也是个老人了 老头了 列文在发表了很多 在推特上发表了很多言论 他对主要是对比着川普 遭到了海湖庄园遭到袭击 那等同今天放在拜登身上 那会怎么办 所以川普这是我个人也觉得蛮感慨的 川普确实知道闭嘴了 因为你现在 拜登的偷了三份文件放在三个地方 三个不同的时间被发现 已成为事实 那司法部也已经成为事实定性 所以就进入了司法调查 司法犯罪调查 那这个时候川普 川普再讲话就比较完整 因为事情已经出来 那川普在讲话是非常的到位 那而并不像以往的时候 我们看到很多的故事 我跟大家展示一个 就是川普在这过去一两天里面内容 这个他谈的是西夫 谈到西夫的犯罪问题 其实这是1月6号内容 今天13号 这是纽约邮报 所以大家如果看这些故事的话 你就会感受到 这是川普刚刚发的 川普在观察 他当然观察看了一切 但真的是 真的是吸取了教训 只字不复 一个一点声都不出 下面谈到了一个埃里克斯 埃里克斯到星期纳提认什么工作 就是他是一个祝贺了 那这部这个内容呢 就是福克斯的记者 在追问拜登 说你把文件放哪儿了 这就是当时那个 这就是当时了 所以他标题就是说 哎呀你别着急 这个当时拜登就说 哎呀没问题 我们家车库上锁了 我们家巡洋舰很安全 他讲巡洋舰这里说的 巡洋舰就是他那辆车 所以他是就是文件是因为 文件是因为跟汽车在一起 所以就如何如何 下面讲的是他转推的是列文的 列文说美国东部晚上七点 这个川普要做嘉宾 但我没有看到过 这个内容是昨天的内容 不是今天内容 所以我们我以为是不是会是今天 然后下面就谈到就是讲述了一些 川普的曾经的曾经的一些表态 曾经的一些爱国主义的精神 那在抨击着现在川普 就是对川普的迫害 那而这个内容 这都是去年11月份的 他转推内容 所以他是从不同的账号上 拿出来的一些故事 那用这样的方式呢 其实是我以为是用这样的方式呢 川普在表达自己的看法 只能这么说了 这是引用了拜登在去年12月12号的 一段一段说法 川普说我很我很同意他 那下面下面他在抨击着 原来抨击12月17号 抨击当时美国的 在他心目中的状况 我们的国家心态有病 完全是一个即将死于癌症的病人 扭曲的FBI 以所谓的正义和情报部门 实际是民主党和整个系统的组织的本身 这就是癌症 这就是癌症 这边这部分内容呢 我们原来跟大家讲过 但他用在这地方 他给引用过来用在这地方 一个月前呢 他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去表示他的看法 但他不去针对拜登说什么 因为他真的不需要说 这个时候的川普什么话都不用说 那你看看揭露这件事情的 包括CNN NBC都知道这事他就下不去了 就没办法走了 因为8月8号对川普海湖庄园的整个袭击的故事 和背后延续来的故事 以及他们展现的所有的理由 都成为了这件事情的舞台平台 就是拜登现在这件事情的平台 你对川普所作所为的一切 表态的一切 对性质的说法 都可以放在今天 现任美国总统拜登身上 那你川普还说什么 不用说话 所以这是 我个人觉得这是令人非常感慨的 那这是武器化的暴军暴徒必须对付 否则我们伟大的国家将会死去 那川普引用这话呢 我川普就说太伤心了 这是昨天晚上讲的 我以为他引用这句话 有个很大的一个概念 佐证 就是我说对了 我对美国的判断 对今天左派政府的判断 对我们大家现在看到 所有的故事的判断 我说都非常对 这个国家完了 那这个国家完了 我们跟大家一起解释过 让美国再伟大 他做不到的一个缘由 是整个代表政府的整体机构完蛋 而保护美国政府的执法机构完蛋了 这里就包括司法部 FBI 美国国土安全部 美国网络安全局 就是他不是军队系统 他是国家内部安全 整个安全系统的 他没有那些各部门的精英作为基础支持他 支持当选的执政党的政策的话 他不会做到这份上 那我们看到这些部门 在川普的年代 基本上是阻碍川普的 对吧 包括他选的巴尔 包括他选的这个大法官 包括他选的那些 那些这个 包括联邦 联邦的这些法官 应该是联邦检察官和联邦法官 因为整个那套系统是从 包括是从参议院 那个角度出来 而参议院呢 我们看到都是老牌的政客 包括共和党 老牌的政客 所以给他推荐的人 也是从那个系统上走来 那川普呢 就是个素人 他是个生意人 但有他天意的使命 所以他知道这个问题 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做了四年总统的他 也遭到这个体制的 直接的伤害 那遭到他的直接伤害 所以他自己也承认 这不是一个 不仅仅是一个党派完了 这是一个国家完蛋了 所以国家整体转型 那国家怎么转型 要改变人 我就讲跟大家解释 要人的整体的改变 人就是 人的整体的道德的改变 整体的价值观的改变 国家整体性质的改变 这种整体性质的改变 就是如果我们现在 简单的说 就应该回归到 曾经的美国 而不是现在的美国 做一份的改变 好的 大家